好 同學們好 那那個 新聞線上的同學們 你們有拿 在傳來喔 好 那我們就先看到 來 這個資本配置線 來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資本配置線 它算是在我們第五 也130頁這邊 觀念 不過這邊有講到這個 最小的共編因素 好 沒關係 我先講一下這個資本配置線 先講一下 因為它CL會延伸到我們CL 包含了我們講的這個SML 好 那資本配置線呢 它的觀念重點在於說 來 我有個有風險的資產 這個我令它為A A是有風險資產 然後一般我們的F叫無風險資產 無風險資產 好 所以這個資本配置線 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有風險 與無風險的組合 好 說白話就這個意思 好 說白話就這個意思 好 說白話就這個意思 好 記得喔 你題目只要看到國庫券 你就要非常注意 那個就是一般我們講的無風險資產 除非政府倒閉 好 那因為政府呢 我們講買一張國庫券 你會有它的票面利息嘛 那是固定的 好 那一般我們無風險資產的 大家要是用F 好 那現在我們這邊要講到是投資組合 我們現在手上可能有一張台積電股票 然後再加上一張政府的國庫券 好 這就是我們頭組 所以這邊ISPATI 一般我們這個E就是期望值 掛到這邊我們多一個ISPATI的RP 好 那這邊呢 因為你要分配你的財富嘛 好比你有100塊 那你用70塊 就是0.7的權重 乘上你預期台積電的報酬 然後0.3 乘上你這個無風險的這個報酬 無風險的國庫券的報酬 一般我們這個 這就是我們講的 國庫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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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可以 好 怎麼試試的 好 手太濕了嗎 怎麼試試的 好 那來 這邊我們來看ISPATI的勾號RP 裡面我們透過這個WA 就是權重 這個A就是權重的意思喔 權重 那乘上我們這個台積電的期望報酬 加上這個 這個無風險報酬的權重 無風險的這個資產權重 乘上無風險報酬 好 這可以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權重的機率加總為1 這個一定要知道 權重的機率加總為1 所以這個WF 我們可以看成是1-WA 所以接著你可以這樣看 WA 乘上E的括號RA 加上我們的E 減掉WA 乘上我們的E括號RF 好 好 那接著呢 這邊可以做一個承開的動作 所以來我們再稍微再做一個化檢喔 好 這邊的ISPATI的RF 其實後面我就直接會寫RF了 就是無風險的報酬 好 所以待會我就直接寫RF了 OK嗎 我就直接寫RF了 好 我就不再括號E了 好 這一開始啦 後面我這個無風險 我就直接寫RF了 我就不會再加個E了 好 少寫一點 好 所以來 這邊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-WA 這個無風險報酬乘上我們的WA權重 然後這邊有一個WA權重 乘上我們的有風險 你把它想成台積電股票 然後加上RF 所以接著你可以看成是RF 來 加上 來 這邊是ISPATI括號RA A資產的報酬 再去減掉無風險資產的 這個報酬 就是ISPATI括號RA 減掉RF 這邊的ISPATI括號RF 我就直接寫RF了 因為一般做我們就直接寫RF了 好 再乘上我們的WA的權重 好 可以 好 這個CL最初的這條線 我們先把它先這樣畫出來 好 接著重點就是這個WA 這個WA是重點 這個WA 我們一般在化解的時候注意一下 它是A的權重對不對 好 所以接著我們要再探討它這個 頭組的變異數 頭組的變異數 怎麼去看這個權重呢 來 VAR 是括號PATI的RP 好 這邊公式你們可以先看到 123頁第二大點的投資組合跟風險 括號2 那個123的第二點的括號1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 那 括號2就是頭組的風險 那 VAR 括號2裡面的ISPATI括號RP 這就是我們講的變異數喔 SigmaP平方 這個叫頭組的變異數 頭組的變異數 接著我們一直會探討這個頭組的變異數 一直到下一堂課 頭組的變異數 好 那這邊呢 它是變異數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VAR的意思 來 整個是這樣子 WA 乘上我們的 XPATI括號RA 加上WB 乘上我們的RF 主 好 那你們這邊就稍微記一下喔 這個WA是常數項 在變成變異數的時候會有一個平方的動作 平方動作 然後VAR如果你帶進去 XPATI括號RA 這個就是 我們講台積電的變異數 所以來 這個WA我們會平方 記得這個全數 你就記得有一個平方就好 WA平方 這是用常數值 然後這邊 VAR括號 這個VAR裡面是有XPATI括號RA 這個就是 A頭組的 我們講 A台積電的 變異數 所以這邊直接乘上 SIGMA A的平方 可以 SIGMA A的平方 現在只到這邊而已喔 好 所以同樣道理 這是WB 寫個太快 好 那同樣道理 這個WF 我們可以看成是 1-WA 所以來這邊 1-WA 一樣 你給它平方 WF就是1-WA 一樣意思喔 然後 RF SIGMA 無風險 變異數的 平方 不過還沒有完喔 來 因為 這兩個資產之間 可能會有所謂的 共變異數的影響 所以其實我後面會再加上一個 兩倍的 covalence 好 這兩倍的WA 乘上 E減掉 WA 好 這叫covalence A跟F 這個A跟F covalence 其實你就可以看成是 SIGMA AF 他們兩個的 共變異數 他們兩個的 共變異數 因為你變異數跟變異數之間好比A跟這個無風險資產 他們兩個有相關性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covalence 就是SIGMA AF 這叫共變異數喔 共變異數喔 好 好 不過重點來了 因為無風險資產 你要注意一下 無風險資產 它是沒有變異數的 為什麼 它沒有風險性 所以你們特別注意一下 因 SIGMA F 等於0 為什麼 無風險資產 它是無風險資產 政府國庫券不會有倒閉問題吧 所以它是無風險資產 所以啊 很簡單 SIGMA F如果等於0 你的共變異數這邊一定等於0的 他們兩個沒有相關性 所以這邊直接等於0 然後你這一坨又等於0 所以你只要看哪邊 你只要看這邊 跟這邊 好 所以來這個SIGMA P平方 你最後只要看 來 WA平方 乘上 來這個SIGMA A平方 最後就變這樣子囉 後面都等於0喔 所以很簡單喔 我們就把它做個贏一下就好嘛 你WA 平方你就直接都開根耗掉囉 好 K等於SIGMA P 除以SIGMA A 好 所以我們就找出我們WA的權重囉 這裡喔 然後帶入我們這裡 好 來這個是 一式 二式 一 帶入二 所以你最後看出來我們的頭主的報酬 ISPATY的RP 這個P是指頭主的報酬 也就是說你現在有台積電的股票跟國庫券的 這兩個叫頭主 頭主 那我們這邊先用比較簡單的就兩個而已喔 好 你之後就可以看成我們這條資本配置線 RF 加上 ISPATY 括號 RA A的資產喔 減掉無風險利率 再乘上 來這邊是 SIGMA P 頭主的標準差 然後分母我們看的是SIGMA A 台積電的標準差 最後就變這樣子 那如果你覺得過程你覺得很討厭 好 沒關係啦 那你就給我背這一條啦 好不好 這一條給我記下來就好 好 你討厭那個過程 我總是要講一下吧 不然說老師這條怎麼來的 這條要知道 因為我們會講到 SML 跟CML 就更多這條有關 所以最初我一定要講這一條 講完這一條才可以進入 CML 資本市場線 這條叫資本配置線 資本配置線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畫個圖囉 橫軸我們放的是 標準差 中軸我們的報酬 好 那因為你的無風險 你可以看一下 當我SIGMA P等於0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標準差等於0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一個無風險的報酬 就是國庫券的報酬 所以RF是有結局項從這邊開始 來這是RF 那它這是加的碼 所以它是一個正邪率值 這一項是邪率項喔 邪率項 所以我們就畫出來我們的資本配置線 叫CAL 好 如果你真的沒辦法接受這個推導過程 至少你這個要給我記下來 這個 還有這個圖要知道 這個會烤 這個就會烤 然後呢我們來看一下 來 現在如果我們在中間 假設最是資本配置線 在M點 找出來 最近是M點 好 這邊對下的M點 是我們的SIGMA A 台積電的標準差 找些我們中間切點M點 然後這個對下是我們的 EXPATI的RA 台積電的期望報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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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也就是你像那把RF RF看成0 這RF 看成0的時候 相當於EXPATI的RA這一段 去除以SIGMA A這一段 那不就0到M的直線嗎 就是M點 這就是它的斜率值 它的斜率值 當然我是令RF為0 RF為0的時候 就是0到M這一段 相當於EXPATI的RA 除以SIGMA A 就找出來 好 會講這條線是因為 我們要把剛剛交到 那個五曲線把它做結合 做結合 好 來在這條線有幾個特色要注意一下 你只要是在M點的右上方 就這一段 這一般我們講叫 融資 我們講這個融資 融資組合 融資組合 來這段會考 這一段 那一般你只要在RF跟M這一段 一般我們叫代出組合 代出組合 好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 來 其實你想想看 你最多錢 假定就一百萬 一百萬 一百萬好了 所以 你本身就有投資的無風險資產 這個你本 這個0的時候 代表你一定有買國庫券 如果你現在是在這一點的話 代表是你只有買國庫券 所以隨著你買台積電 或是其他股票好了 好 長榮 長榮最近漲很多 漲到一百塊了 今天我看好像有一百多了 快一百一了 因為要公佈Q3了 他的財報一定很好 所以你買這種台積電啊 長榮這種股票 你的風險就會持續增加 那假定你有一百萬 最多只能買到這裡 最多只能買到這裡 所以相當於你在M點的時候 就是你最多錢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今天 我們把無語曲線切過來了 舉例 所以如果我們剛剛有把那個風險 愛好者無語曲線 跟他做相切 咻 來 這是一個組合 假定是U0 來 這是相切點 我先令他一個組合 叫10點好了 來 剛剛講了 你最多錢只有這邊 可是你現在卻切在這裡 隱含了什麼意思 你用一百萬 然後你又去借了二十萬 去買台積電的股票 所以你的風險會更增加 報酬單位提高 這個報酬是台積電的報酬 所以你可以把 10到M 就是融資 融資就借錢 融資金額 融資喔 你借錢喔 這一段喔 我們再把它細分就這樣看 就 融資 所以你的風險會更增加嘛 假設齁 原有 原一百萬 你原有一百萬好了 那 那 如果你在M點 10點齁 來 如果在10點的話 我就直接分兩段 來 你的一百萬 這個 支出金額 需要一百二十萬 假設一百二十萬 W就是1的意思 所以你原 這個一百萬 還要怎麼樣 借錢 這是借錢喔 就融資喔 再借 二十萬 二十萬 就是10M的意思 你才能去買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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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同樣的道理 如果我們現在 切在RF跟M這邊 來 我們切在這裡 啾 來 這個我令它為U1 好 那這一點 我就令它為E2點囉 E2點囉 好 你現在假定剛好一百萬 你沒有全部去買台積電 你可能就放著 好 好比你只花八十萬 好 所以你還有剩下的二十萬 你就可以怎麼樣 拿去借別人 喔 借別人喔 那個就是我們帶出的金額 就這一段 啾 藍色線 喔 藍色線喔 所以這個E2N 代出金額 這個是我們已經把五曲線切出來之後 然後再去做分析喔 再分析喔 一般當然你可以直接說M以下的都可以說是代出啦 M以上的都是怎麼樣 融資 好 所以一樣喔 這個 這邊 這個代出金額我們假定就是 原有一樣是原是 一百萬 好 然後因為你在E2點 好 E2點呢 支出金額八十萬 也就是說你只花八十萬去買台積電股票 剩下二十萬你就沒有拿去花了嘛 八十萬 好在E2點 來支出金額是八十萬 被找班 好 所以來 這邊的話喔 你的支出 就是八十萬 然後你這邊接著你的 代出 就借別人的 二十萬 如果你全借的話 就是二十萬 這一段喔 這個就是我們在探討資本配置線的基本觀念 喔 這個配置線的一個基本觀念 好 可以齁 好 所以剛剛講五一曲線最好是要切到CL線 喔 CL線